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VOA卫视在10月17号星期四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森 美国国会两党终于在最后的一刻达成了妥协 暂时打破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僵局 结束了美国联邦政府16天的部分关闭 在这场博弈中 谁是输家 谁是赢家 在这场政治争斗中 美国两党的分歧到底是什么 那么新的期限临近是否还会就戏重演 政府是否还会再次关闭 这也是我们今天支持大家谈的第一个话题 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问越南之后宣布 中越两国将成立海上联合工作组 此举备视为中越关系的重大突破 以及解决南海争端取得的最新进展 中国是否已经通过越南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 找到了突破口呢 中国是否正在连越抗飞 节目中我们将进行讨论 不过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 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好的 我们首先关注是今天美国五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我们首先来看纽约时报 美国政府恢复运转 政府的债务上限得以提升 在两党对峙16天以后 共和党人退让 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 今天重返工作岗位 在华盛顿邮报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法案 提升政府举债上限并重开政府 国会众议院保守派吃了败账 再来看今日美国报 国会与总统达成协议 奥巴马签署预算法案 结束了16天的政府完毕 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是 奥巴马签署法案 美国回避债务违规 国会部分共和党议员开始为下一次的预算斗争做准备 另外联邦雇员重回岗位 最后是洛杉矶时报 美国政府的危机得以暂时的规避 预算案将结束政府关门和提高债务上限 洛杉矶市考虑翻新潜在的地震 规防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五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重要的消息 好的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凌晨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 在最后一刻通过的 有关结束政府关闭以及提高举债上限 以避免债务违约的妥协性法案 星期三晚间 众议院以285票对144票通过了这项议案 此前该议案在参议院以81票对18票获得通过 奥巴马感谢国会两党领导人 并表示现在是赢回美国人民信任的时候了 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李德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在星期三也就是美国触及债务上限的前一天 拟定了这项综合议案 这项议案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签署之后 美国政府就可以运转到明年的1月15号 债务上限推迟到明年的2月7号 在此期间国会议员可以就削减政府开支进行谈判 白宫预算办公室说 联邦政府雇员将于星期四的上午恢复正常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 伊朗与世界六个强国将在三个星期内再次举行会谈 继续就国际社会关注的伊朗核项目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与此同时 有关专家将致力于解决各方的分歧 围绕伊朗核项目的僵持局面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法国 英国和德国 要求德黑兰证明伊朗没有研制核武器 同时德黑兰则争取国际社会减轻制裁 国际社会对伊朗实行制裁 迫使其停止浓缩诱的活动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三说 在日内瓦进行了两天的谈判以后 他希望谈判将标志着在一场不必要的危机中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 白宫发言人卡尼说 日内瓦谈判显示了我们以往没有看到的 某种程度的严重性和实质性 他告解说 不要期待这场核谈判迅速取得进展 他还说 德黑兰与西方国家之间长期以来存在非常深刻的不信任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靖国神社送上礼仪性的祭品 但是安倍晋三星期四没有亲自前往参拜靖国神社 很多人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象征 每当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 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中国和韩国都会提出抗议 靖国神社供奉着将近250万日本战争死难者的灵位 其中包括14名二战罪犯 自安倍晋三去年12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 这是他第三次为靖国神社送上祭品 再来关注一条关于英国和中国的消息 英国说为了加速提高英国的发电能力 他们将允许中国公司持有英国核能源项目的主要股份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星期四访问中国期间宣布了这个决定 他在访问中说双方就核能合作签署了理解备忘录 英国财政部的声明说中国对英国核能项目的投资 一开始都是少数股份 但将来有可能是有主要的股份 英国本星期早些时候说 他们接近于跟国有的中国核电集团和法国公司 法国电力能源就修建核发电厂仪式达成协议 这将是英国自1995年以来修建的第一座核电厂 英国一直在设法为本国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吸引外国投资 特别是英国需要建更多的核电厂来解决未来日益严重的能源短缺的问题 接下来关注一条中国方面的消息 南京市长纪建业成为中国高调反腐的最新目标 中国当局星期四发表声明说 纪建业由于严重违规行为而接受调查 这种说法通常是指贪污受贿 声明中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 但是中共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说 这起案件可能涉及的金额相当于330万美元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的反腐行动中 一些中高层的官员落马 针对政府官员的调查通常要持续几个月时间 几乎在所有案件中涉案官员都被判有罪 习近平曾经警告说 如果不解决党内广泛存在的腐败问题 中共就可能丧失政权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稍后回来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 坐柜的迫害其实是对它长期迫害的延续 在桌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 行车和行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容解不是一小 当我在冰箱 我用冰箱的冰箱 我用冰箱了一种冰箱的冰箱 我们在冰箱上非常感兴趣 在现在有什么样的冰箱 我们现在有什么能够做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律的成果 至少能够去香港这样的冰箱 你不能这么无畏地死 你是研究历史的 你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 国保的官员他们会从 甚至从北京飞到我的脑家 那个四川 这一场军事整间的危机 终于为您避免地发生了 江振民主持一个军委的会议 如果这个书出来 我们将按扫黄 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他被插着手 这个枪 说把这样的反党反革命 运务军的作品 胜送传播散发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 美国国会两党终于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妥协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签署法案 美国政府将运转到明年1月15日 债务上限 也推迟到明年的2月7日 暂时打破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僵局 结束了美国联邦政府 16天的部分关闭 那么在这场博弈中 谁是输家 谁是赢家 在这场政治争斗中 美国两党的分歧到底是什么 美国国会通过设定新的危机期限 而暂时写了燃眉之急 那么新的期限临近是否还会就戏重演 政府还会是否再次关闭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 一位是我们的同事 VoA卫视记者杨晨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欢迎两位 欢迎 第一个问题就让联潮谈一谈 就是这场博弈当中 到底谁是输家 谁是赢家 我觉得最大的输家可能是美国下一代 下一代 美国的下一代 因为美国的现在的债务 你看已经达到高达16.8万亿 这样的发展下去 每年的预算赤字将近是1万亿 这样发展下去 我觉得美国的经济迟早要出大问题 现在就是不断地往后推演灾难性的结果 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输家是美国下一代 当然从直接的博弈来讲 很明显共和党是输了一票 说起来两党到底是谁输了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报道的说法也都是不太一样 刚才联朝有联朝的一个看法 当然有人说这次是共和党输了 共和党让步了 但是我也看到一个报道 说这一次最大的赢家是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共和党的迈克康奈尔 说他是在这个联邦预算的这个法案里边 secure就是加进去了一个预算的这个立法语言 就是关于他的家乡肯塔基州一个建水电大坝的一个 3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项目 我觉得这个说法说迈克康奈尔是最大的一家 因为这一条 我觉得这个报刊可能这个媒体有些嘲弄的那种口气 不过我觉得刚才就是韩博士分析的这个 比所有的这些美国主流媒体分析都好 如果你今天打开报纸你去看他头条新闻 一定是说奥巴马大获全胜 共和党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空手而归 所以其实呢如果我们来看当然这个众议院议长贝纳 是这次这个两党预算之争的一个焦点人物 他这次呢就说很多人说他是彻底的输了 什么什么都就是共和党最后什么都没得到 但是我在想就是在昨天最后的一刻 如果按照这个议会的程序国会的程序的话 他可以不把那个法案拿到这个全体院会去讨论 而且他是违背了这个就是国会众议院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 对吧可能这个韩博士知道叫哈斯他的规则 就说你这个众议院议长拿到全体院会讨论的这个议案呢 必须是得到多数党的多数人同意 所以他昨天的这个举动实际上是 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就是因为对他自己到底有什么后果 我们现在不知道 也许加强了他这个他的权利或许是削弱了他的权利 谁都不知道 所以他完全可以按照程序 他说我就不把这个法案拿到这个floor上去讨论你 因为他是有这个权利这样做的 所以他最后是实际上我们来看众议院 有144个议员反对 这是很大一个数目 就60%多的他自己本党的这个议员投了反对票 那杨晨宁觉得这两党还有包括这个茶党 他们到底是在争什么呢 对我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 大家都说不是那几天讲的是奥巴马医保吗 是因为这个争起来的 后来说怎么就不知道在争什么了 谁想奥巴马医保 其实跟韩博士刚才讲的这一样 也是一个就涉及到国家这个开支的问题 因为这个奥巴马医保推出去以后 共和党人为什么反对他呢 他说可能会导致国家破产 这是他们一个攻击这个奥巴马医保的一个理由 另一个就说他是侵犯了美国人的这个个人自由 所以这个其实和国家的开支都是有关系的 我昨天准备了一个小短片 就是在众议院参院还没有在投票之前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已经知道这个法案一定能过了 就是我们稍微来看一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解释的清楚 从患者保护与评价医保法 也就是俗称的奥巴马医保改革 一成为法律 共和党人就誓言要推翻他 9月30号 美国政府财政年度结束之前 共和党内的查党势力就在酝酿 在讨论预算案的同时 拿奥巴马医保作为谈判筹码 9月20号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政府临时预算案 同时停止对奥巴马医保改革的拨款 众议院议长贝纳当时在共和党人的环绕下 宣布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 但是这也开启了后来长达几个星期的国会预算之争 民主党人坚持要通过一个不带附加条件的预算版本 共和党从最初要求停止对奥巴马医保拨款 退让到了要求推迟向医疗器械征税 和禁止对民选官员提供购买医疗保险的联邦政府补贴 但是民主党仍然坚持在奥巴马医保问题上拒绝谈判 10月1号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 到10月17号美国国债上限到期之前 众议院共和党仍然试图做最后的努力 提出带有大幅度修改奥巴马医保条款的议案 但是由于党内派系分裂而放弃 最后的版本可能既不是奥巴马政府要求的 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清洁版本 也远远不能满足共和党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要求 在为联邦政府预算拨款的期限上 共和党人原来提出为联邦政府提供六个月的拨款 也就是持续到明年四月 但民主党坚持到明年一月中旬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继续收看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对这个关于奥巴马医保这一部分 就是昨天通过这个法案的其实就保留了一点点 就是说在这个个人在申请医疗保险的时候 要申请联邦补贴 要非常严格的审查你的收入水平 以防这种欺诈的行为 所以有的人就说 这可能也是给共和党留了一点点面子 但是其实这个条款也不是那么简单 据说当时在讨论这个奥巴马医保的时候 就是奥巴马总统就说不愿意把这个加进去 所以有这个条款总比没有好 至于说是不是说是给共和党留了一些颜面 共和党是不是这次彻底的输了呢 也许要到选举的时候 是不是才能看到分枪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并不是共和党 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举动 实际上是查党 共和党里头应该说查党 在某种程度上劫次了共和党 迫使共和党就这个医保问题 就奥巴马医保问题 进行一个决战 这个决战呢 也是查党在一个绝望的过程中间 想到没有招的一招 就是说每次的这个债务上限审核的时候 总是要各个党派都会利用这个东西 来做文章 来推动自己的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呢 就是说奥巴马的这个医保 当然是查党最关心的 共和党的当权派 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举动 因为那个已经过去了 那像少数党领袖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自己马上面临选举 面临选举 他已经受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不愿意每次这个 95年96年那次政府关闭 最大的输家是 Liu Gingrich 是共和党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这次共和党在某种程度上 因为共和党一直不坚决 不坚强 并不是所有大家团联一致 想推动这个事情 接着我想还请你再进一步的谈一谈 就是经过这一次这个关闭 这次这样的一个争斗 刚才你说到是 茶党在共和党内部绑架了共和党 那么也有人说 那是共和党这次 拿这个医保问题 或者拿美国人民 拿美国联邦政府绑架了 绑架了联邦政府 或者绑架了美国人民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 对共和党 刚才你谈到的中期选举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很明显 美国政治已经是两极分化 在每个自己的这个选民基础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两党之争 就是说一个路线之争 到底美国要走哪条路 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 还是更多的政府的干预 还是大政府和小政府 这个这个之争 我觉得这个路线之争始终没有解决 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茶党有自己的基础 对奥巴马的这个医保不满 美国民众相当一部分人 对医保这个政策不满 可能是一半对一半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下一届的中期选举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现在还很难预料 我在想到就是接着韩柏仕这个话 到下一届的中期选举 其实这几个就所谓的你说挟持了 共和党的那些茶党人士 其实基本上他们是来自 就是非常保险的这个选区 他们自己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就说到美国现在政治很分裂 其实国会的这个分裂 可能要比美国 就是这个人口的这种分裂程度 要更严重 因为就是说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选区的划分 它是那个那种拐着弯的那样划分 就是为了说让某一个党的人 一定确保他能当选 所以美国所有的那些选区 都是不规则形状的 到现在你去看一下这个 像新英格兰地区 比较我们说他们比较自由派的这些州 众议员里这个共和党人是绝迹了 你说他的人口里是不是没有共和党人 当然不是了 但是比如说他那个选区里 有40%的共和党人 可是其他大多数是民主党人 所以他所有的选区都这样的话 在新英格兰地区 真的是找不到一个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 那美国南方是相反的 有一些说什么乔治亚 这个是德克萨斯 说很多没有民主党人 所以他的这个分裂程度 比这个人口比例更加严重 所以这个选举到底是不是会影响 这几位这个查党人士 说到我您刚才说 就是这个查党人士挟持了这个共和党 其实共和党的那些议员很多 也出来骂他们 昨天有一位是比较温和派的 他是投了赞成票 他说其实在他们这几天 在这个幕后总是在开会 就共和党人民主党人都在开会 他说在他们这些内部的会议上 他说就是那些查党人士讲话非常大声 就跟他们平时在媒体一样 他们很厉害 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坚定 后来这个温和派的人士说 那这一次下来说 现在看来是查党是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 是不是会收敛一些 他说我们这些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士 以后也要就是说 很坚决地站出来表达我们的意见 因为前段时间光是听到这些 查党的这些共和党人 比如说什么克鲁兹参议员 还有其他一些 对 那韩波士我们看到就是 奥巴马总统今天凌晨签署了这个法案 只是把这个政府延续到1月15号 然后这个债务上限是推迟到2月7号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这种大线临头的这种感觉 就几个月的时间 您觉得到了1月15号或者2月7号 我们是不是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政府关闭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从1973年到2013年 美国政府已经关闭了18次 所以呢每两年就有一次 那这个几乎是每两年就有一次 每次这个债务上限都是面临的时候 都会两党都会利用这个来进行一些一个自己 推动自己的一些一个议题 那我觉得呢 这个里头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法案里头还有一条 就是说在12月13号之前 美国政府国会应该达成一个预算的这个提案 那个方案 这个方案呢会涉及到税收 所以涉及到开支 那就是说要平衡预算 或者要采取一些措施 在这个之前说他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 现在奥巴马总统呢 已经任命了他自己的这个谈判人 那共和党我想很快也有自己的这个谈判人 任命出来进行这个预算的谈判 那希望呢在这个谈判之前呢 一劳永逸的解决美国这个财务问题 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 您是预测会这个旧系还会重演 我觉得旧系会重演 只是这个无限期的把现在的这个财政问题啊 往后推 推个下一代 推给这个 也就是说 连超意思就是说 也许不会在1月15号或者2月7号重演 以后 下一届政府可能还会重演 杨诚你怎么说 但是对 因为这个这次的这个临时法案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政府赶快开 然后那个国债上限赶快提高 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而已 而且这个政府的预算案的水平 是保持在了 今年3月就是个自动削减开支的这个水平 所以这些很多的事情 为什么定在1月15号 这个里面也有学问了 就是民主党坚持 其实共和党说 我政府可以给你开半年 开到4月份 民主党说不要 我就开到1月15 这反而在这个日期上争执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今年3月那个自动削减开支生效 说那你开到4月份的话 明年的那个自动削减就自动生效了 就自动生效了 所以民主党说 我也不行 我就开到1月15号 本来说半年挺好的 消停半年 那民主党又不干 这个时候共和党就很警惕 说你是不是要想要 这个自动削减开支 原来不是有这个政府的开支 什么上限之类的 说这个民主党又想把这个拿掉 那因为民主党和共和 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理念和不同 就是共和党指责民主党 你们就是开支开支 对吧 而且不负责任的 对啊 开支 那民主党是觉得共和党是你就是砍砍砍 那这是有点简单化了 但是就说是不是到1月份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当然民主党现在说不是 我没有这个打算说要 因为这也是根据美国那个预算 叫预算控制法案 是2011年的 那也是公于法律的 所以共和党说 你们的理由是说 奥巴马医保是已经国家的法律不能动 那共和党说 这个预算控制法案也是国家的法律 这个已经埋下伏笔了 就是到时候 我也觉得同意这个韩博士的分析 可能到1月份之前还会有一场斗争 而且现在说到 他说12月13号之前达成一个某种协议 就更广泛的这种预算的政策之类的 对 但是美国并没有这个机制说 你没有达成怎么样 没有这个机制说 一定保证你在那时候达成 那韩博士我们在美国政府关门之后 一直看到中国的媒体 就是发表很多评论 说是因为美国这种三权分立 权力制衡 所以才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出现 所以呢 您觉得这是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的弊病 反映了这种弊病 还是反映出了优越性呢 我觉得是一种优越性 因为它首先这个预算是一个透明的公开的 那什么东西都亮出来 什么问题都亮出来 路线斗争并不是离死我活的这样一个争斗 那刚才看到这个杨成谈到这个共和党里头的这种分裂 国会的分裂 实际上是共和党分裂 不是说国会的这个分裂 共和党内部 查党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当权派 全是集团 都不能真正代表美国人民 解决这个财政上的这个重大问题 那么今后会把美国引向灾难 他们虽然是少数 但是他们愿意发声 不惜站出来 要把美国朝这个关闭的边缘 违约的边缘向它推进 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个杠杆来促使一个政策的变化 当然现在我觉得是为时太晚 但另外一方面来 就是说这个势力在逐渐的增长 因为两党共和党 你说他们以前批评说老师要砍一砍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在布什在台上的时候 每年的国会的就是这个政府的预算开支 是12%的往上增长 并没有削减任何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 那查党突然兴起来 我觉得这是有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里头 这种机制的好处 我觉得就是把它把这个整个的决策公开化 另外一个方面 我在关闭17天16天之后 我们看到没有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美国社会照样正常运行 说到这点 我想接着就是人潮的话 收垃圾的人少 当然就是我们不希望政府关闭 政府关闭16天 那么造成的这个现在的经济损失 是有说到两百四十亿美元 那么很多这个很多雇员 包括我们在内暂时拿不到工资 确实影响了一定的生活 但是我想接着刚才连潮的话 就是说它体现的是美国这个制度的优越性 我觉得从我个人看来 觉得它是真正的再一次的体现了美国的建国先富之初 他们要把这个联邦政府把它建造成一个最弱势的政府 实际上把这个关乎着整个的国际民生的这些权利都留给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所以说联邦政府关闭了16天 美国基本上还照样运转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华盛顿周围的人可能感受比较深 因为这都是联邦政府 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私人企业 它也是跟政府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这几个州的议员 就这几天关闭的时候 他们出来说话的机会特别多 说要赶快要政府 确实是在各个州可能就像这个林森说的各个州政府 其实运转的都没有听说发生什么动乱 好了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恐怕就只能谈到这里了 我们非常感谢VA卫视国会记者杨晨 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联潮博士参加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讨论 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中国动力李克强远交进攻破南海僵局 这样的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看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守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 欢迎收看左近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刻 中华民国政府贷售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极划方式垂直极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文莱出席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之后 前几日高调出访泰国和越南 在越南 李克强和越南总理阮金勇达成共识 两国将成立海上路上金融三个联合工作组 其中成立海上工作组被视为中越关系的重大突破 以及解决南海争端取得的最新进展 中国是否已经通过越南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找到了突破口呢 中国是否像一些分析人士所称的正在连月抗飞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 一位是澳门大学的政府与行政学系的王建伟教授 王教授通过skype从澳门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王教授您好 好像听不到王教授的声音 喂 你好 好 现在可以听到了 好的 另外一位呢 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欢迎连潮博士 那么首先我想请韩连潮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李克强是高调的访问越南 而且中国媒体也是着力的宣传这个访问的成果 那您觉得而且双方还成立了这个海上的磋商小组 共同来开发南海 那您觉得这个中国是不是在 已经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了呢 我是这样看啊 我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这是中共一贯的用的手法 那么在对越南的这个问题上呢 他也是想通过分化越南来突破 所谓的在南海问题上形成的这个隐性联盟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从李克强访问来看呢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突破 因为他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六月份越南国家主席张靖创访华的一个回访 那很多事情呢 已经在六月份访问的时候的已经敲定了 就说海上的指导原则呀 这个他跟习近平这个谈判的时候 会谈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敲定了 所以这次的本身没有一个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包括这些设置这些工作小组 很多问题都已经是在六月份已经敲定了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 我 我觉得呢 要是说有突破呢 我觉得是六月份已经开始 就是说他表 两党都表 两党和两国都表示 要在政治上找到办法解决 两国之间的 在领土上的这个争执 这个是一个一个很明显的 他们要采取的一个措施 另外呢 设置一个热线电话 出现问题 能够马上沟通 北部湾的这个开发 共同开发 这个也是一个一个东西 但是呢 在实质上你看 对西沙和南沙的这个争执 并没有共同开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个共识 只是在北部湾港 只是在北部湾 那你要看越南自己的媒体的报道 很明显在用词上都不一样 他一直强调是东海 中国是强调南海 所以你看那分歧是很明显的 王教授您认同韩博士的看法吗 我想那个从中越两国解决南海争端的这个 这个过去几年发生的这个冲突情况来看的话 当然这次双方都决定这个成立一个海上工作小组 那么能够坐下来 这个来这个探讨去解决分歧的方法 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这个有益的一个进展 当然这个成立工作小组本身并不能说是一个突破 因为这个双方还要坐下来这个谈这个共同开发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就有利益的一个分配 那么这个具体要能不能这个取得突破 那我想的这个还要双方的这个可能是矿了持久的这个谈判 所以呢我想的这次的访问可能是找到了一个寻求突破的一个方法 那本身呢还不能说是一个突破 接下来我还是请建伟教授接着谈一谈 就是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是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不能叫做一个突破 那么中国为什么选择就是和越南来进行这样的 好像来合作要联手 那像外界评论那样要来对付菲律宾 为什么这样做 当然这个我想的 刚才这个韩博士也提到说 这个中国采取分而知之的这个策略 那么我想的这个 因为这个东盟有好些国家跟中国有这个南海的争端 那么当然不能说就一起来解决 因为中国又反对所谓的多边的来解决争端的这个方法 那么中国一直坚持这个双边的解决办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就要想办法就是说能够和其中的某些国家那么能够取得进展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一个示范的效应 那么从中国和越南来讲 当然中国选择越南作为突破口呢 那有很多这个原因的 第一个就是中国和越南都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那么他们在政治制度理念方面呢 应该说还是有比较多的相同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如果说这个南海争端的话呢 那么中国和这个越南这个争端的这个范围啊 是最大 那么跟菲律宾相比跟那个马来西亚相比 跟其他国家相比是范围最大 那么烈度也最大 那么如果说那么越南占据了这个中国现在认为的这个29个岛屿 那么中国也占据了这个越南认为是他们的这个细沙 那么东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这个两个争端最厉害的国家能够达成一定的妥协的话呢 当然对这个菲律宾也好 其他国家也好的话 那么应该有一个示范的一个效益 另外一方面呢 我想呢 跟菲律宾相比的话呢 那么这个中国和越南还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 那么菲律宾已经和美国形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同盟关系 那么越南虽然这几年跟美国在改善关系呢 毕竟越南还不是美国的盟国 我想这一点呢 也是要考虑在那 另外一方面呢 越南这个跟中国靠得这么近 那么现在这个中国是越南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从经济利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我想这个中国和越南经济利益 现在显然要超过越南和美国的经济利益 那么这一点我想对越南方面也会要加以考虑 所以中上所述呢 我想中国选择这个越南作为突破口呢 是有他的道理 接下来我想这个问连朝博士一个 似乎有点题外的话 因为刚才你谈到就是说 中国的这种做法 是中国的这个外交上的这样的一贯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不仅是我联想的 就刚刚才我们有一个这个节目这样的中间的这样一个短片里 还提到有一个片段 就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最常用的话 就是我们反对 再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想让你提外稍微说一下 最近这一些时期 比如说十年来 中国的外交手法是否有所改善 很明显的是有所变化 我觉得就在很多 一个是一个强势方面 就是说现在比较多多逼人一点 过去是比较背后的操作 幕后操作比较多一点 现在呢比较强势 比较灵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以前中国的外交官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因为过去中国人来讲过外交无小事 事实要请示 事实要请示 现在呢 他们我觉得有更多的这个自己的产量权 所以一些讲话呀 他只要按照原则 不脱离这个原则 他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一个意见 从这个角度上 我讲他显示出一些一个灵活和强势 这两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安莫师 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出席APEC的时候 还有包括李克强去参加这个东亚峰会的时候呢 并没有去菲律宾进行访问 绕开了菲律宾 而且呢 中国这么高调的宣传就是访阅的这个成果 您觉得有没有对像外界所称的 对菲律宾造成震慑的作用呢 肯定是的 这个很明显 就是它分化嘛 各个这个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 击破当然就是菲律宾 因为刚才王教授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菲律宾已经跟美国和日本形成了一个同盟 那中国的想分化这个越南 起到打击 起到这个打击东盟的 分化东盟的这个作用 因为东盟很多国家是更直接 就是作为一个整体 是跟在南海问题上 是站在他们这些一个成员国这个立场上的 通过打击东盟呢 进一步打击日美的这个联盟 通过打击这个联盟呢 挫败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东西 从表面上看 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南海 但我觉得它背后还有更大的一个战略目标 那就是说要挫败美国重返亚洲政策 这个可能是最大的 当然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起来 是针对联美抗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这两天一直看到有评论说 这个日本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不堪 因为这个隐性联盟已经被击破了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对日本来说 如果是说越南跟中国达成协议以后 真正找到一个突破了以后呢 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挫败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 但是日本越南呢 在经济上也很依赖日本 日本在最近在东南亚 这些国家包括东盟 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外交活动 包括提供很多的经济援助 这个我觉得也有它的一定的影响 和它不会轻易的 就是因为那么一个举动呢 来让它的这些工作毁于一旦 我觉得它不前功尽弃 我觉得它在那个影响 那个地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我想听一听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 你怎么看 你说那个日本啊 当然我们现在这些媒体的有些报道 当然都是从一个就是这个零和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了 那么只要这个中国和越南 或者说跟其他东盟国家改善关系 那一定就是日本会感到很焦虑 那么相反日本的安倍首相去访问东南亚国家 然后呢中国也感到很焦虑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和的一个想法了 那么其实我想这个中国和这个日本在东盟 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各有优势 那么日本其实战后它作为战备国 然后开始走出这个战备国的阴影 那么恢复它的外交地位啊 其实就是从这个东南亚开始 那么可能在这个六四年代 这个日本首相福田提出这个福田主义啊 那么就是要这个改善和邻国的关系啊 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东盟这个访问的时候提出来的 所以呢他也是不是现在开始这个经营东南亚 他很早也开始经营东南亚 那么所以呢应该说 而且在日本这个经济非常这个好的时候啊 那么他可以这个大把的撒银子啊 那么对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提供了很多的援助 那么东盟国家对日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这方面的期待 那么我想呢 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呢 应该说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那么当然这个有历史的问题啊 东南一些国家也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 这个呢 我想也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制裁 那么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就是现在这个经济实力这个越来越大 所以呢 像是李克强啊 这个习近平去访问的 底细都相对比较足啊 那么背后有比较强大的这个国力受支持 所以呢 也可以对这个东南亚国家进行这个非常比较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所以呢 我想可能不一定一定要从这个零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 这个这个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这个博弈啊 那么应该说东南亚之大 可能也可以同时融下这个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那边发挥影响 对这个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那么这个做出这个积极的贡献 我想这个也是可能的 韩博士我们看到李克强呢 在参加东盟会议的时候呢 他提出两个两个论调 一个是筷子论 一个是一丈一尺论 那么他说筷子一根是加不起东西的 两根才能加起东西 捆成一捆呢 就不容易折断 他还提出中国的谚语就是 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那您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一丈一尺论 还有筷子论 他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筷子论当然就是说要来共同的开发 这样大家都能够收益 一个双赢的局面 不是零和像王教授说的 那这个后边那一句呢 我的解读啊 就是说我会给你好处 这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 你对我好一点 得在政治上给我一些让步 那我在经济上给你更多的让步 但是中国这个经济外交的这个 我觉得有很不好的后果 我们知道过去对我们对这个中国 对越南和朝鲜 包括阿尔巴尼亚 就勒紧裤腰带 对他们进行援助 最后的结果呢 中国在七次就建国之后 中共建政以后的七次战争中 三次是跟越南打的 越南对中国是非常的不信任 我觉得在骨子里头还是不信任 而且越南不会是随着共产党 中共的这个指挥棒来转 他有很强的自己的这个主张 那过去看历史上是这样 哪边有大树在哪边乘凉 所以呢 不是说就是说这个就能够实现一个突破 尤其是在南海上 南海问题上 直接是到很多的利益 尤其是发现石油这个资源以后 那越南已经在划分出来 在有争议的地区 已经划分出来185块块区 这个区块的这个油田 已经50多个国家 外国公司来进入来共同开发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这个前景啊就很难讲 到底会生成这样一个局面 那您刚才说 他是因为就是说觉得说 我可能给你一点好处 但是如果说人不敬我一尺呢 那是什么样呢 我就要大棍子就要 所以就是有这个 大于威慑的这个意思在里头 就是这是针对菲律宾来讲 接下来我倒是还是想提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就是请王建伟教授谈一谈 前几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谈过这个话题 就是美国政府关闭 财政上限 那么由于奥巴马总统要 优先处理国内事务 所以就取消了到这个亚洲的一系列的访问 所以就有很多人评论说 这次美国因为奥巴马 关注国内事务 这样呢就给中国 在这个亚太地区啊 就是给了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关闭啊 今天已经结束了 今天重开政府了 这您您觉得这个事 对对这个中国的影响力有所帮助吗 对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削弱吗 我想这个上次我还讲了 从短期来讲 当然因为奥巴马缺席嘛 那么中亚峰会 然后这个APEC都缺席的话 当然对美国的外交 对美国树立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微信 和那个credibility 我想应该是应该说没有益处 那么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印度尼西亚和那个马来西亚 都为奥巴马的这个访问 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 那当然他们会感到很失望 那么美国不在 奥巴马不在 然后派了一个国务卿克里去 那么当然这个分量就比较差一点了 那么这样的话 为习近平和这个李克强打险伸手 当然也提供了一个舞台 那么客观上我想是这样 那么当然从长远来看的话 也不应该把这个奥巴马缺席 这个影响说得太大 那么政府开门以后 我想我的估计 就奥巴马会重新安排 那么去马来西亚 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访问 那么而且这个明年还有机会 比如说他去这个中国 这个上海参加那个APAC的途中 他就可以去一些东南亚国家 那么访问 这个还一些欠下的债 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弥补的 还是可以弥补的 但是这个国内 因为国内的党争 导致这个政府的关门 然后影响美国的这个外交 那这个不管怎么说 对美国这个维持 他一个超级大国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维持他在国际上的信誉 当然应该说是有坏处的 那么但是国家之间的交往 当然不在于一两次会议了 那么你还是你有没有这个资源 有没有这个外交的手段 能够保持你的影响 那么所以我想这个危机过了以后 我想美国还是可以采取措施 来挽回这个所受的一些损失 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半 一分半 让联潮谈谈对这个刚才 王教授的看法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美国在东南亚 在亚洲经营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多少年已经很发展这种关系 所以奥巴马不出席这个会议 可能会首先有些影响一些失望 但是我觉得不会动摇 美国与亚洲国家这种根基 这种关系的根基 为什么这样一样 为什么这样 因为已经进行了几十年 是吧 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 美国这个政府的这个首脑经常变化 但是这个两国家的关系 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个政策是连续性是很强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美国 你要看美国的政客 大部分的时间是放在国内政治的 对外交并不是他们的一个 一个首要的药物 他的集中精力是关注国内 因为一个民主机制吧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 要继续当选 对不对 要连任 这个是他国内政策 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一些 但是就是说外交上面 不是说是忽略 我总的看法就是说 不会对这个美国外交 在你看来 实际上派国务卿克里 去代替总统 去参加这个会议 实际上分量也还是够的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就我想他以后 一定会有所弥补 像王教授这样说的 就他会有所弥补 对 好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关于南中国海的话题 就只能讨论到这里了 感谢阿门大学政府 以行政学系的王建伟教授 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请您不要离开 稍后我们还有 走进美国栏目 请您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 我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为您播出 走进美国栏目 今天要带您走进 美国老爷车的世界 说起来老爷车啊 到底是多老的车 才叫老爷车啊 有一种说法 说是有25年以上 或者是更多的这样的车铃的轿车 就成为经典车 也就是老爷车了 那么在美国这个经典车 是非常有市场的一种 非常优质的轿车 那收藏经典车的人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报道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我是杨林 美国呢 曾经被人们誉为是轮子上的国家 这是因为美国制造了世界上 第一条的汽车生产线 大量制造汽车而得名 美国人对汽车的热情 不仅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汽车 而且还表现在 他们对老爷车和经典车的收藏 与改装上面 那今天 昨今美国节目 就带您来到一个露天的经典汽车展 带您来理略古典车与玛丽的结合 会迸发什么样的魅力 我们赶快走吧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驱车 来到维吉尼亚州北部的 里斯伯格市中心 今天这里要举行一个露天的经典汽车展 一辆辆款式独特的古典老爷车 开足风鸣的马达 给这个平常安静 惬意的美国小镇 带来了不一样的热闹感觉 鲍勃布朗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每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我们都会举办这个经典老爷车展 这已经是第27个年头了 这个慈善车展能把爱车人士 都聚到一起相互交流 鲍勃不仅是车展的组织者 他自己本人也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老爷车迷 鲍勃告诉我们他拥有三辆老爷车 今天他就开了一辆自己的爱车 来参加车展 这是一辆1957年产的雪佛莱贝利厂通车 也是我一直想要的车 我16岁的时候 这是一辆刚刚出厂的新车 当然那个时候我买不起它 现在呢我得付好几倍的价钱 诶 正说着一辆辆汽车发动了马达 车展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般来说 有着25年或者以上车龄的汽车 才可以被算作是经典车 所以有资格参加今天车展的汽车 至少是1987年之前制造的 克林 迪特里希在汽车行业工作 我们全家每年都来这里 每年都很有趣 贝克夫妇也带着小女儿们 来到了这个经典车展 这是我们的女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 我们听说这个车展 已经办了好几年了 就是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走着走着 一辆黑白色的老爷车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看看车牌上面写着1919年 难道这真的是90多年前的车吗 我们赶快找车主高登来问问看 这是一辆1919年产的福特T型车 特别之处是 它的门是从中间开的 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福特T型车 这辆车第一次以流水装配线 大规模制作 代替传统的个体手工制作 从而大大降低了汽车的价格 那高登在1991年购买 这辆珍贵经典的老爷车 花了多少钱呢 我买的时候花了5000美金 不过加上维修和其他方面的费用 那就贵了 福特T型车是美国汽车史上 划时代的产品 归功于流水线作业的方式 T型车以讨巧的外形 低廉的价格 使汽车走进寻常百姓的家 美国也就此变成了 名副其实轮子上的国家 再来看这辆雪弗莱两门跑车 亮绿色的外观非常抢眼 而更抢眼的是它巨大的引擎 原来这是一部被改装的Dragster 也就是专门用于参赛的高速赛车 这处查理自1960年代起 就参与了这部赛车的维护与保养 这是一辆专业赛车 最快时速能在8.5秒内 加速到每小时160公里 这辆车没有空调 没有动力转向 没有电动车窗 这辆车的使命就是开到赛车场上 以最快的速度飞速前进 经典车车主就不用说了 前来参观的游客 也被这些老爷车的魅力所折服 我特别喜欢老爷车 新车有很多很棒的设备 但是老爷车马力十足 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这些老车保养得太好了 而且它们看起来都很不一样 我有一辆灵质 就能换出一辆老爷车 那就更好了 看来虽然没有现代车的舒适 宽敞与便捷 经典车还是以别具一格的魅力 吸引着汽车爱好者 对于老爷车的收藏者来说 这些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而是能够穿越历史 承载记忆的无价之宝 我觉得我在保留一部分历史 因为这辆车是1941年的车 它经历了整个二战 所以在车窗上 我都贴上了有关二战的介绍 开着这辆车 我觉得我又回到了17岁 它唤起了我很多的记忆 这感觉真的非常的好 在车展门口 来自里斯伯格公共学校的学生志愿者 拿着小桶接受游客的捐款 而所有的捐款都将用于学校的建设 谢谢你的支持 你们的学校很好 希望你尽早毕业 一次特别的露天经典车展 把整个小镇的居民聚集在一起 老爷车的爱好者能够展现爱车 小镇居民能够一饱眼福 而当地学校也有此获益 怎么样 现在你是不是对老爷车 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呢 以上是走进美国记者 刘恩明 陆毅 杨林 为您所做的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VL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 李小玲卷入金融腐败丑闻的事件 欢迎您收看 别忘了 中国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LA卫视 我是林森 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